好,博奕倫,今天我们继续讲昨天的话题 就是特朗普总统患病之后世界的发展 因为除了美国本土之外 我想亚洲地区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那个怪现象就是什么呢? 很多地方的元首都很快就为特朗普送上慧敏和他太太 唯独要超过一天的时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才发出一些消息 就说他是慧敏特朗普和他的太太 你觉得为什么中国领导人 这次需要这么长时间去做这件事? 首先是慧敏就是一定要的 其实你说他为什么要慧敏呢? 我真的想不通 因为那样东西是否也要慧敏呢? 也没可能不慧敏 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是的 我想不通这个原因 比较少 你讲一讲 老实说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逻辑思考的推演 因为最初你接到消息 然后因为大家本身的关系这么差 要跟智囊商讨 商讨又要用词那方面 你知道中国共产党每一粒字都收拾过 究竟我们出的说法应该如何呢? 甚至乎今次在美台关系这么亲切的时候 我们应该的态度如何呢? 会不会是这些原因呢? 我觉得 可能是大家开了会 看看怎样去先搞 但是可能原因是 你可能会笑的 为什么? 可能还没睡醒 我不是说笑的 因为你国家 因为美国是和他交叉的 他那一刻是睡觉的时间 然后他起床 做了其他事情 然后再做其他事情 已经排到这个时候 可能很多时候 为什么会这样呢? 比如我们炒股票 你看到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会在下午三点钟才炒? 原来那个人真是昨晚喝醉了 还没睡醒 所以还没做 很可能是一些 因为这种状况 不是一个要立即叫醒他 的理由来的 是吗? 你觉得不是他立即叫醒吗? 不会 因为如果你说 打仗、战争 那些事情 就是每一天有一个 routine 如果那个国家领导人 你为了特朗普生病 但不是特朗普死了 就不同了 特朗普生病 这件事就是叫醒他 他一万醒几十次 这个国家领导人 因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是很pampus 本身就是你规定要每一天吃 就是中国说的领导人 是不可以吃汉堡包汽水的 是 他说每一天 他可能要有十八种营养 然后你每一样东西 每一样东西 每一样东西 要有碳水化物 要有肉 要有红肉 要有肉 就是每一天的作息时间 所有的东西 他都有规定 不可以像外国领导人那样乱来的 就是他每一样东西 都是由人家安排好 他其实是圈阳的 你这么说我就不可以认同 当然你这个字用得很差 我想说 其实你这个说法 令我想起三样东西 第一 刚刚有一出韩国的电影 我这么说 首先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一个坏的 以前皇帝都是圈阳的 不要紧 皇帝也是这样的 皇帝你都不能够决定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人家整个圈阳 所以绝对是没有贬义 第一就是有一套韩国的电影 叫《铁鱼2》 它里面 特朗普的美国总统 就好像你所说 就吃些什么 就很随意的 吃汉补包 脂肪很高 没所谓 还在这一路聊天的时候 自己的手在拿东西吃 这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 如果你这个说法 我撇除它是否真的 什么原因都好 就出现了两个现象 第一 是官方的回应 明显地是比民间的回应 是来得迟的 是 而因为这样的原因 变成了民间的回应 其实就很多的内地的消息 或者我们见到 都有不少的一些图像 相对对于特朗普总统 这次患病 是有些幸灾乐祸的感觉 如果出现第三个状况 就是什么呢 我就在想 如果官方的回应 是比较早的话 其实会不会 民间这些负面的消息 会不会就没有那么多呢 我不敢肯定 但是中国人 幸灾乐祸的性价 从来都有 所以我才知道 香港人就是中国人的一部分 香港人绝对中国人来的 因为香港人都很喜欢幸灾乐祸的 所以这件事 你是没有办法能够 禁止他们在民间说这些 因为他们实在太厉 特朗普或者太厉害美国了 正如香港 你会发现都是差不多的状况 你是没有办法这样的 就是整件事 就算中国无论出了官方 这些东西 因为始终 他知道民间 知道他说这些东西的话 阿易人会拘捕 所以他是无所谓的 是的 会不会其实就是说 这次官方的声音 比较其他国家元首词 其实就是 等民间的一些反应出来 然后官方再去作出一个大调 或者一锤定音 我不觉得有什么一锤定音的地方 因为民间都是继续取消 继续行走乐祸 继续很开心的 就是中国的民间 对于美国那种仇善和取笑的状况 应该是现在是史无前例地高的 因为他们觉得 现在中国的民间自从是打 自从是发生了这个新冠肺炎之后 他们觉得自己赢了 他们觉得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最劲的 民间的热情高涨的程度 是前手未有的 就是信心 当然有些人是非常没有信心的 譬如那些现在未找到工作 但始终那些 我想 犧牲了的受损的人 可能是极度痛苦 每个人都受苦 极度痛苦的人 可能是人口不到10% 但是只剩下那些人 你知道自己的虐不重要 你看见有人虐过自己 你就会很开心 那行灾乐祸的心情 就应该在这几个月中 一直在满热 一直在拍手 所以我觉得 你有没有看大陆的讨论区 有 大家看到很多照片 很开心 在特朗普患病之前 已经是情绪高涨 天天看到别人的数字声 已经拍了手掌 然后看到美国暴乱 已经拍了手掌 再来多一会儿 实际上很难禁止 人民的开心 如果我们不讲内地 我们讲香港 当然外交和军事 都是由中央去处理的 香港在这两方面来说 其实应该没有角色 但是如果特首 或者特区政府 發了一个慰问 又会不会被视为越权儀 所以这次没什么做越权儀 没错 这些什么呢 没错 不是你的责 是什么可以做 这个就是当年 但是如果以前未出现 去年的状况 如果是以前的特区政府 以前的特首 会不会就做了 不会 你应该这么说 他可能会做了 因为他不懂 他不应该做 他不应该做 他不应该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再来 这个就正如当年 特首和菲律宾总统 大家很厉害的堅努 亚灰落三勢 是的 他对他也很看不起特首 因为他说特首和我不同的 level 这件事是 你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裏 当然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 阿爺也 那么小事 难道这么大的人 都会骂你吗 但这件事是不合适的 你说到这里 其实我马上又转个弯去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后阿泰京俠组织 香港特区的特首 是否还继续应该撒 在经济上你可以和他平坐 如果是经济的会议的时候 但是现在政治 你不是这样 你一个上海市长 可不可以走过去做这件事 但是上海市长 一些经济组织 它是可以去的 类似这样的 都经常参加一些经济会议 虽然不是经济组织 作为一个独立的国体去做 但是他们都经常参加一些这样的东西 香港不是一个不合适的地方去做这件事 这是政治为难 那这就是说 以后应该大家的分工 就会比以前清楚了 不是一向都是清楚 在这方面 除非你是不识大体 从来你就不应该做这件事 只不过香港人大概 你不太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在哪裏 就是外交权 外交权 軍事权 那些从来都是分得很清楚的 最初的时候 大家经常讲Montesquiel的三权分立 究竟人们讲什么是Montesquiel的三权分立 很多人忘记了 因为大家读书都不是真的读我的原文 Montesquiel的三权分立就是 司法权 行政权 外交权 当时的行政立法不分 就是当时的三权分立 外交权是其中一个部份 这个当然 因为就算你说 就是说回古希腊的那个 大家觉得这个西方的政治民主 文明始祖 其实最初都是在一个地方 大家要谈谈谈 当时哪会分得那么清楚 这个叫行政权 这个叫做立法权 但是外交权 其实从来都是一个不同的外交的权力 和军事的权力 从来都是一个分别的 即是你觉得现在是回到一个正轨 现在回到正轨 应该之前的人 我不知道之前的人 还会有什么事情 不要记得 但是如果你这样做 就是不恰当 好 今次和大师聊到这里 下次再聊 先聊 一会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